2019庄点树林绿狼参与式预算活动在树林区公所举办 邀请喜无科技大学副教授林邦文讲解参与式预算的操作方式 这一次活动是针对高铁绿狼美化 已经在5月份启用了 为了提升空间的效益以及发展当地亮点 希望能够由市民做主提出适合的规划方案 活动共分为4个阶段 由市议员洪家军争取200万元的执行经费 结合树林区公所以及社区大学一起举办 首先这一场是大家来开杠 让有意参与的团体或是在地人士 透过专家的讲解更了解相关内容 这也是继东森里及三多地区之后 再次邀请市民做主来建设地方 当我们的公务预算透过这个方式由下而上 而且居民之间是有对话的 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跟讨论所产生出来的 往往这样的一个计划是更加缜密 再第二个是更重要的 每一位参与的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 他是有参与感的 他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产生关系 大家就会更投入这一块 同时说真的 我就会看到更多人一起来关注 那这个参与部分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他 然后他的精神所在 那透过这个公共的参与式的推广呢 可以让更多的市民来了解 这个是在为我们地方上增加更多的色彩 更多的民众清楚他的存在的价值 11月3号将举办第一场的提案说明会 让提案人有意见的交流及发声的机会 使得更多的民众了解提案的内容和想法 并针对提案规划出更具体的可行规划 其实20号这场研讨会中就已经有发想出三个方案 可见得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意愿已经逐渐提升 铁桥下这个廊道他的使用的状况更好 也就是更符合民众的整体的需求 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虽然做好了 但民众还是会觉得好像在设施上面 没有完全去符合到他们实际的需求 所以我们透过参与式预算 那政策面预算的使用由下而上 来决定民众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设施 那我们来努力来做争取 树林高铁绿郎桥县 因为在今年已经全面完工了 那全面完工之后总觉得说里面少一点什么东西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装点一下 来建设我们的树林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宏家金律元 未来会提供相关的这个预算出来 让我们这个来装点我们高铁绿郎桥下 各提案会在11月24号到11月30号 在区公所及区公所网站展览 12月1号到12月12号会进行网路投票 年满14岁 关心这项建设的民众都可以参加 提升在地空间休闲品质 不妨一起加入美化家园的行列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新北超纹报导 明星期刘安静 卢秀娟新北超纹报导 剑莟新北超纹报导